歡迎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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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來了 兩家庭男生 好久不見 今天來了兩家庭男生 後來難得上我們節目 好久不見 各位晚輝是不是 你們結婚八年九年 現在結婚已經是 不只八年九年 我們結婚已經十二年了 十二年了 認識八年 結婚十二年 現在怎麼樣 二十年 二十年了 小孩多大 小孩最大的現在快九歲 八歲了 然後最小的已經五歲了 三個小孩 三個小孩 太厲害 三個小孩 很幸福耶 模範家庭 這是跟我們姐姐 我姐姐 第一次上節目 其實從小在我們家裡面 我姐姐以為 我姐姐就是家裡的 會從事演藝圈的人 是喔 因為從小是什麼 模範生啊 學校代表 演講冠軍啊 高雄市兒童和唱團的主唱啊 然後我都靠她的裙帶關係 能夠到旁邊 去站一個角落唱個歌 結果沒有想到 學十年鋼琴 後來當了空姐之後 一切就回來了 沒有 當了空姐之後 沒有進這個圈子 待會兒好好聊一下 這邊要介紹的是 客法 瓜哥好 第一次 第一次 老婆雙兒 為什麼講弟弟豬豬 對啊 這麼多天女郎 你為什麼叫雙兒成為你的 對 老婆 好好說 正公 自己滑倒給自己跳 我突然發現這個字 對啊 為什麼 這位是 這個是我的表弟 表弟好嗎 對 就是一個家族 是 我今天會碰面 一定是跟生活大事課有關係 對 今天的主題呢 比較像 因為庚洪哥已經三個小孩了 三個小孩了 對 那這邊沒有小孩怎麼拚 客房哥不得了 我是這個 家裡是 從小是 開幼稚園 對 然後我打工就是在帶小孩 然後雙兒就是從小 教小孩子畫畫 真的喔 對 就是小孩子比較少 可是要少子畫 但是走精緻畫 對啊 你要一些得字體群美 都要教育 你就生三個來講 當初來講 你為什麼要強迫到身上 我沒有強迫 後來也不行 醫生說我們不能生了 那我們就想說 不能生兩個已經 你是要強調你多強 對 健身就能改變人生 不能讓你的小孩很能 很能生 很能生 原來本來身體狀況就很好 是 三個小孩會很難帶嗎 會很難帶 就家裡不太會很安靜 沒有安靜的時候 睡覺的時候安靜 應該是第一胎會比較憂鬱吧 第一胎當媽媽 第一胎有... 在過程中有一點憂鬱 我每天就常常在下午 小孩在睡午覺的時候 我就會看著窗外 然後就默默的落淚 然後他就說 為什麼你要哭 然後我就說沒有 因為我感覺我好像 自我價值沒有了 對不對 找不到自己的失落感 一般人不太能懂 所以為什麼女人要疼她 就是這樣 我們都當媽媽的對不對 而且你... 你不要現在 有的人在撒狗糧 有的人... 有的人生一胎之後 就覺得這樣 我不要生第二胎 你當時為什麼還要接受成這樣 因為已經過了第一關 原來有一起 就知道說 原來會發生這個問題 第二胎就不會有這種感覺 第二胎就沒有了 因為第一胎知道之後 就忽然找到 結束之後就找到自我價值 厲害 因為他可能有宗教信仰 對 然後就生第二個第三個 就很順 是 那姐姐也是宗教信仰 對... 姐姐也是 姐姐幾個小孩呢 兩個 兩個 他的小孩像最大監友來 都已經不大意 太大了 那你們什麼時候生小孩 還是說當頂客族 我們就是一切隨緣 隨緣喔 不是頂客族吧 也可以 如果真的沒有小孩 他就是我的小孩 我就是他的主 好浪漫喔 跟我也有 他們剛剛是撒狗糧 我們不會嗎 對 拉狗糧 趕快 旁邊 今天 今天 那就去生一個 就生活大事課 就是跟育兒有關係 是的... 來 進行我生活大事課 來... 大家開始上課了 今天請到生活大事是誰呢 今天這位老師非常厲害 老少同期 對 媽媽愛他 小孩子更需要他 因為他是 是喔 對 在臉書呢 是百萬的粉絲團 台灣十大風雲作家 他出了很多育兒相關的教材 跟書籍 你為什麼會那麼熟呢 因為他非常常出現在各大節目 是 我們歡迎天才領袖 兒童發展教育中心執行長 王洪哲老師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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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熟面孔嘛 對... 對... 老師為什麼對於這個方面 很有專長 你知道就是很... 對小朋友很有... 很有耐心 沒有... 對 然後已經玩 這樣玩了已經快二十年了 你是不是自己本身 也要保持這份 赤子之心才有辦法 我覺得跟小朋友玩 真的比較不會老 對 金金就來聽聽他怎麼來育兒 好 來...請 我們看這一集的觀眾朋友 說不定你有疑難雜誌 剛好碰到他就解決了 來 第一題請 好 第一題 哭鬧到底要不要抱 有選項嗎 來 這一題是講 Baby半夜都睡不著覺 然後鬼哭神好的很多 那網路上的討論就是 不要抱啊 你抱他他會抱成習慣 應該一定很多人聽過 然後另外一派也是說 不要抱 天啊 他只是個孩子啊 孩子得抱抱 所以到底要不要抱呢 老公說不要抱 婆婆說要抱 然後到底要怎麼辦呢 有什麼選項呢 請問 請舉牌 到底要抱不抱呢 兩邊都是要抱 有時候說要抱 但是少數不同都是 對 好 柯凡你認為不要抱 我覺得如果你抱他的話 會不會他下次想要有人陪 他就繼續哭 就是變成 哭成一種習慣 我也是這樣子想的 對 好 雙兒呢 可是我覺得 不抱的話他一直哭 像有些小孩長大會變一根酒嗓 有沒有 你會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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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當然覺得要抱 因為當然我已經 我老婆是因為是頗婦產 所以絕大多數孩子 在嬰兒的時候 都是我抱他們很多 那當然要抱他們 來慢慢安撫他 讓他的情緒穩定 聽到爸爸的心跳聲 跟感受到爸爸胸部的肌肉 媽媽選擇不抱 他都不讓我抱 不准抱 那他有去抱嗎 他自己抱 那對 他說他自己抱 你看我剛剛 我剛剛聽到他剛剛講 我要讓他 聽到我爸爸的心跳聲 不想讓媽媽 原來 沒有 因為他不太能 因為他剖腹 所以他剛才是不太能抱 所以都是我在抱 所以他這家都說 你不要抱 對 來 請老師公布這件事 好 答案是 A 要抱 要抱 好難 好難 其實科學研究有發現 是 嬰幼兒半夜提哭有兩個原因 一個原因是因為他的 情緒系統還不成熟 所以呢 他會用提哭這件事情 來獲得安撫 所以抱了以後 他的大腦的那些情緒區域 其實會稍微不要那麼的激烈 這是第一個要抱的原因 跟哭泣的原因 第二個也有研究發現說 原來他們是在 譬如說六個月以前的寶寶 他們是因為 所以呢 他怕說 我如果有什麼事情的時候 我跑不了啊 然後我沒有辦法面對危險 所以他希望 這個從一些非洲豹的研究裡面 有發現說 那個小豹被母豹叼起來了以後 他的心情跟情緒是比較安穩的 安穩的 但是如果媽媽把孩子叼起來了以後呢 他還在那邊亂動的話 他有可能會被天敵吃掉 所以他們是 所以在六個月以前的寶寶 這個半夜提哭的狀況會比較多 那到七個月以後會開始緩解 難怪那個動物片叼起來那個抱就變這樣 對 乖乖的 有 看那個照片 因為他如果亂動的話就會被吃掉 來 所以還是要抱 但是就是要安撫他 第二題請準備 第二題 來 請出題 第二題 小孩溝通術 好 那這一題呢 是在講說 像百貨公司玩具區啊 都是爸爸媽媽的那個 那個惡夢 然後呢 都在那邊大哭 在那邊黏耶 真的 遇到的話就是 玩具就巴著不放了 這一種 小孩在外面哭鬧 爸媽一定要學會這一招的溝通術 請問 那一招 面對孩子在外面哭鬧發脾氣的時候 爸媽要怎麼樣做會比較好呢 好 第一個選項 A 講道理 就在那個當下 當面跟他講道理 好好講道理 然後B 是堅定溫和的帶走孩子 來 請選擇 請舉牌 請舉牌 只有Akira選 Akira是想說 當場跟小孩說道理 對 因為我覺得這種事情 一定要讓他知道 不能用不可能要自己 動之以情說命理 一切事情 對 那不然以後 很麻煩 一般是吵鬧要買玩具 就是要買對不對 對啊 玩具去裡面一直吵 他聽不懂為什麼不讓他買 對 一般有的就打了嘛 對啊 可是有的是一把他都走得 我們小時候這樣 早就被打死了 我以前就是那種 他會扒著那個櫥櫃不放耶 然後是整個已經攀在上面 你說拖到已經沒有 對啊 或者是有扒著電源的腳 我在看是不是有沒有C的選項 他會不會帶不走的 不會帶不走 對 就堅定就對了 那你跟他講沒錢不行嗎 我就是爸爸沒錢啊你 沒有 我小時候就跟我 我媽就是一直跟我講這個話 後來老師又說 請問家庭有沒有比較貧困的 那我就舉手 可是我媽一天到 都說我沒錢 結果老師又打給我媽說 我們家是不是經濟上的問題 我媽說沒有啊 那你什麼時候 你看很多小故事拿出來講 都是小孩心理醫師 對 所以這個答案還是請教 專家來講 到底是A還是B 好 哭鬧的時候答案是 B 堅定溫和的帶走小孩 對 可是觀眾一定會發信 那小孩都吵成這樣 怎麼堅定溫和 A 沒有 他是小孩 你要怎麼跟他講 老師... 好 我知道 我知道 我有聽到 我知道你要我們到旁邊去說 對 一發就爆走 因為小孩很奇怪喔 他真的 他此刻可以這樣哭鬧 下兩分鐘 他馬上可以 站開的笑容 先離開那個東西的吸引 不然他一直目光在那邊的話 你怎麼溝通喔 那你說沒錢不行嗎 對 這個沒錢也是百萬媽媽 都在問的 三歲的孩子就會回答你 你的皮包有錢了 對 會 三歲才三歲 然後五歲就會說你可以刷卡 對 那這樣不會變成 你說謊嗎 我跟你講那小孩子喔 你如果跟他講 消防車或者是那個是警車 他下次就分得出來喔 對啊 很小都可以 對 他又能寄很多車 廠牌的車 很多愛車的小孩 對 如果跟他講 小時候就跟他講 林寶接你 他就知道了 來 第三題 好 第三題 手足吵架排解妙招 好 兄弟姐妹吵架一定難免的 然後他們玩在一起的時候 很容易吵架吵到快要把房子都拆了 那如果選錯了方法去解決的話 小心會越吵越兇喔 好 問題是 小孩吵架的時候 家長要怎麼樣處理比較好呢 還在吵架的當下 A B 請舉牌 來 有 有 有不同答案 有 那個克凡家族選擇是 先責備施害者比較多 先罵 跟洪家是說 先安撫受害者比較多 所以一個選A 一個選B 你們家小孩會吵成這樣嗎 常常會發生的事情 幾乎每一天 大概有沒有十幾二十幾 不要那麼誇張 兩個打 兩個吵架這樣 打是到不常 打不會倒 因為後來我也有處理方法 他們就不敢這樣 又把誰抱走還是 沒有 就是 沒有 三個一起處罰 這樣好 然後在這個是 我是會覺得 你是選什麼 你怎麼這麼虛偽呢 對 但有時候 你每次都是先 有時候會忍不住 但你知道這不對 你現在都 你都是那個 責備施害者 沒有 有時候你真的 在那個情侶 還有牌面上的選擇 他知道就是你 對 他知道 人不完全 他專家講完之後 我們也聽到 講完王洪哲老師 他的視頻我們大概都曉得了 OK 這些題目我們大概曉得 但是 你做不到 做不到 在做到上面 我們持續在進步 好的 那有時候是因為你看到 譬如這個弄哭了 你就會馬上講 你怎麼又 譬如說怎麼姐姐打我 或誰怎麼弄他什麼 你就馬上 直接就會先講他 那但是事實上 我們確實要先趕快 去問他那個 到底怎麼樣 就是被受害的那個人 到底如何 但你要知道 這個題目還算簡單 有時候是你不知道 誰是受害者 對 先哭的那個 我們家那最小的那個 他這樣 他都是打別人 打了姐姐一下之後 姐姐正在醞釀 他就 怎麼了 三三 所以他是 先哭先哭 他是私報嘴 對啦 怎麼樣 所以這件事情也要先弄清楚 後來就要 慢慢關上 慢慢關上你就發現到 你不能這麼快做決定 我們家裡裝監視器 誰是被害者 那你為什麼晚輩會先責備 施害者 因為 不是就好像講你不知道誰 他比較誠實 對 然後就想說 就是先制止那個 殘害別人的那個人 你想說 不要再這樣弄了 不要打妹妹 不要打哥哥 不要吵了 就是 第一個反應一定先 先停止暴力行為 停止暴力行為 好 有AAB 雙兒 我覺得應該要就是 制止邪惡那一方才是對 邪惡那一方 邪惡 你怎麼那麼小啊 對 沒有 不要問 他家裡是三個女兒 他是老大 對 通常他是那個 我知道看兩個小的吵架 要自己再去補刀 對 然後爸媽來都不關我事 好 請公布正確解答 好 答案是 先安撫受害者 對 所以說跟人知道理論 但是不會去做 好 來 請繼續 我們常常在理論上面發現 孩子在吵架 吵架的時候 好 如果你是先 不管你怎麼做 先安撫還是先責備 他們會學爸爸媽媽 也就是說 他們會去學爸爸媽媽 解決問題的第一 第一個步驟 所以如果你的教養上面是 先責備 他長大之後 可能別人欺負他 他也不分青紅皂白 先責備 先牽怒別人 那如果你的教養是 先安撫受害者 孩子會在學 包括加害的那個人 他也會開始練到 反省的能力 他也會再想想看 是不是我做錯什麼了 然後他才去 那媽媽才過去弟弟那邊 是可以增加他反省能力的 但是研究裡面發現 如果你光是責備 打罵等等的 並不會增加孩子的反省能力 只會讓孩子怕 因為他沒有懂 對 所以應該是先安撫 先安撫 好 那學到一課了 接下來第四題了 好 請 第四題 為什麼要問這個 因為很多的孩子都不理爸 都只要媽媽 然後媽媽講了N百次 去找你爸 沒有用 他還是找媽媽 那爸爸平常在外面 很忙很忙很忙 回到家的時候 小孩常常把爸當作陌生 這倒是真理 對 那只要用這一招 就可以挽救父子的感情 請問 跟小孩一起玩哪一種玩具的時候 最容易拉近你們的親子關係 A 小孩沒有玩過的玩具 B 小孩喜歡的玩具 一個是沒有玩過 沒有玩過的 一個是你熟悉的 喜歡的 來 請舉牌 A 又不同了 A跟B 你現在呢 跟洪也是選擇 小孩沒有玩過的 跟他玩新的 比較能拉近距離 對 克帆呢 一次通過是 小孩喜歡的玩具 熟悉的玩具 是 來 克帆先講 小孩子呢 的那個好奇心 沒有他的那個熟悉玩具 那我等於說他喜歡這個玩具 我是跟他是一掛的 投其所好 對 而不是說 有個新的東西這樣子逗你 我們就會變成 道頂的 不會 雙兒也是一樣的 我覺得也是這樣 也一樣 表弟也一樣 我聽完他講完之後 我也想要改 我的想法是什麼呢 我為什麼會這麼想 因為我自己會 可能 我講說沒玩過的玩具是 我是一個會買新的玩具 對 對 我就會每一次 其實他媽好想 你幹嘛一直買玩具 但我也不是 要刻意買玩具 就我回來的時候 我會想要準備一個 可能新的東西 來給他玩 工作回來帶新玩具 每次一開門 然後小孩看到他 就這樣從很遠的地方 就衝上去 然後抱他 我相信不是因為玩具 那個都不是 我每天回家 他們都沒有這樣對我 好 一個選擇A 一個選擇B 來 老師請 答案是 B 小孩喜歡的玩具 好 非常 恭喜 請解說雲 其實 其實像剛才他們講的 小孩到一個年齡的時候 大概是三歲以後 他很喜歡獻寶 他很像獻寶 對不對 對 就是獻他喜歡的 他厲害的能力或什麼 這一題的題目的出法是 當爸爸平常跟孩子 比較陌生的時候 要怎麼樣拉近那個親子關係 如果你戴的是新奇的玩具 婉妃剛才講的也對 孩子會很吸引那個目光 但是問題是 他只是要 爸爸的附加價值而已 他並不是真的 建立 深厚的情感關係 那當爸爸去參與 他喜歡的活動 讓他有那個獻寶的 這樣的一個機會的時候 那孩子就會覺得說 你很了解 你慢慢的來了解我 我來跟你介紹一下 我什麼東西 那才是情感 是 拿解 像平手的20萬對20萬 好 來 最後一題來 最後一題 第五題 關鍵題 亂丟東西有引擎 好 OK 很多的爸爸媽媽都會發現 剛會學會走路的小孩 他東西放在高處 一定要放在高處 不然就會被他們摔爛 他們很喜歡摔東西 家長先不要生氣 其實背後呢 是有很大的原因的 問題就是 為什麼剛學會走路的孩子 這麼愛亂摔東西 亂砸東西呢 A 用東西表達情緒 用丟東西 丟的 因為他還不會說嘛 剛會走路嘛 A 用丟東西表達情緒 B 想試試看怎麼丟東西 請舉牌 都選擇 想試試看怎麼丟東西 這不是 都什麼意思啊 沒有人選 用丟東西表達情緒 為什麼會這樣做 來 姐姐先講 好 姐姐 跟紅姐姐 來 姐姐妳先說 我覺得這好像陷阱題喔 好像學A的太普通了 所以我選B 對 因為他 剛剛學會走路 代表他手腳能力 剛剛有 可以控制手腳的能力 所以 他覺得 拿東西 又離 放開手 這個能力以前他沒有了 所以他又覺得很好奇 他其實沒有要表達什麼 負面的情緒 他其實只是丟丟看而已 這題大概都選B啦 來 請公布證券檢查 老師 答案是 想試試看怎麼丟東西 不管怎麼拿出來 你看 很多的寶寶啊 因為剛剛學會走路 大概就是一歲多而已 他們玩玩具都是整桶倒出來的 你有沒有發現 你只要一項一項拿出來 他是不會聽你的 為什麼 因為他就是在嘗試這個 會怎樣 整桶倒出來的時候 他會覺得很好玩 素大便是美 但是媽媽就會很火大 你為什麼就不能一項一項拿出來呢 因為他們在嘗試那個感覺 不管是那個肢體的感覺 或倒出來 ㄍ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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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 那樣子的一個感覺 那個時候是在學習 是在感受那種感覺 對 那下次還是會到 他還是會到 那要加賽的搶答題 因為你是25對25 這題是10萬塊 沒有選項 就是他念完 念完你就搶答了 要搶答 PK題了 那你要快啊 你要會答啊 PK題請出題 好 PK題 為什麼寶寶在兩歲之前 拿到什麼東西 都想要放到嘴巴裡面呢 請講吧 跟紅 我覺得呢 是這個 來 說一下 你都馬上喊了 不知道 沒有 我知道 兩歲以前 那個兩歲以前 正在發育 口腔起 就是要感受一下 是什麼東西 對 所以喜歡把東西 都拿到嘴巴裡面 搖一搖 好 試試看 感覺一下 對 口腔 娃娃 答案對 好想起啊 因為兩歲以前 他們的認知發展 除了眼睛 耳朵 用手去觸摸以外 另外一個就是嘴巴 他們要用嘴巴去了解 這是什麼東西 所以不見得是他愛吃 不見得他愛吃 他是探索 他知道這個到底能不能吃 然後不能吃以後拿出來 開始在研究說 他到底怎麼玩 對不對 所以他是一個探索的行為 所以我們那個時間 就會跟他講說 這個不能咬 那個不能咬 因為他什麼東西都會拿來 想要咬咬 那是現在小孩幸福 早些小孩要耕田放在旁邊 他可能吃泥土 對 吃沙子 對不對 好 我們再次謝謝老師 謝謝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今天大家是不是學到了 怎麼樣育嬰 是 來 耕紅呢 是35萬 克帆25萬 進行A組 35萬獎金挑戰出來 這裡面只有破壞是最多 但是不在榜 因為他都協商 他很聰明 協商OK 我喚起 喚起下市通告 對 加油了 第一組是35萬 B組有25萬 可以插花了 第一題請出三個答案 可以插花 一 當時流行於全球 二 操作簡單適合團體 三 比較不容易受傷 怎麼 請出題 在小學時 體育課都一定會接觸的 躲避球運動 最早是什麼原因 流行於小學呢 計時開始 躲避球 小學一定有打過吧 就體育課一群的男士 好好分的 單雙 座號 對 我覺得 因為躲避球 都是我們小時候 其實印象超深刻 對 我曾經打輸了一次 還在班上掉眼淚 因為那個時候 沒有其他球類 就是躲避球 那我覺得躲避球 就是操作簡單適合團體 一起來 因為他其實滿容易受傷的 我常常以前戴眼鏡 然後被打到眼鏡斷掉 我們就喜歡打這種女生 很用力的打 然後他們就跑 我們就先打他 謝謝啊 對 那時候真壞 我覺得滿容易受傷的 對 但那個時候為什麼 是因為他們沒有厲害 跟不厲害的問題 你誰都能參加 丟到準就好 你不能丟的 你在裡面躲就好 你不能丟 你會跑吧 你就會跑 你會跑 那你就是被砸 對 對 所以你覺得是 我覺得是 紅色這個 不要 沒有插花 來 請剪 請剪 操作簡單適合團體 請剪 三 二 一 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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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中華民國躲避球協會的資料 躲避球是1902年 從英國引進日本 最後在日治時期引入台灣 光復初期經濟困難 當時極力倡導這項 經濟又實惠的 簡單易學優點的運動 在早期體育資源分配不足的時候 要找一個能讓幾十個小孩 同時活躍起來 又能夠培養各項 體育能力的運動 非常困難 這個是最好的 對 又經濟又實惠又團隊 對 來 接下來進行第二題 請出十三個答案 一 一起出遊 二 現金 三 名牌包包 請出題 女朋友 母親節剛過 你的母親節禮物真的送對了嗎 請問台灣媽媽最希望收到哪一種禮物呢 計時開始 我真的 你媽 我真的不想說 我想了 我真的不想說 當然現金會是 可能台灣媽媽很多要 但是 這個絕大 當然我們是覺得是 應該是一起出遊 對 絕對不會是名牌包包 我覺得是現金應該是 絕對不會是名牌包包 不是現在的一般嗎 你如果說大概 那可是 台灣媽媽 對 台灣媽媽 但我媽是 你媽是媽媽 我媽有一個會要現金 有一個會一起出遊 但大部分的媽媽 我覺得現金 都是比較那個的 對 我覺得 那 好 有插花 十 我媽媽最愛說一句話就是 現金比較 可不可以換現金給我 對 我就怕她是不是講真實的回答 B組選擇的現金 B組插花組請講 像我媽媽是拿了現金 一起出遊 去幫她買名牌包包 對 對 你們好有嗎 但首選就是現金 最開心 來 差多少 一到五萬 五萬 五萬 請檢 請檢 現金 一擠出遊 這什麼 一擠出遊 我跟妳講 我不相信 我跟妳說 但是我剛剛講 媽媽會不會真的講實話 對 我不相信 絕大多數的 她可能訪問我的時候 我還是會講說 當然是一起出遊 她怎麼會講說她要錢 對不對 南山人壽調查發現 有50%的媽媽 最希望收到卡片或簡訊 或一起出遊 以親子情感凝聚為重 對物質上的禮物 反而不太在意 表示陪伴和關心 才是家長最在乎的 比起一年一年的禮物 還不如經常聯繫和問候 對 那怎樣接受 普遍上 普遍上 那妳剛剛講是有少數比較 對 不是 就是 沒有啦 少數是沒有 是因為我們的家庭 是母親姐 你如果敢不出現 就是脫離母子關係了 所以我們是一定會出現 那很多家庭 她是很少見到媽媽 對 來 婉菲第二棒 來 你怎麼那麼快下來 你們還是可以討論 我剛才還是忘了 要講那個 對 來 第二題 請出三個答案選項 1 鋼琴 2 小提琴 3 吉他 請出題 不少媽媽會在小孩還小的時候 讓小孩學習樂器 請問哪一種樂器 比較適合初學樂器的小孩學習呢 計時開始 送分題吧 我們小孩有學樂器嗎 當然有 有 學什麼 我們家小孩學鋼琴 對 因為呢 吉他小孩手指頭還沒有辦法 太大 太 那個去播那個學嘛 然後小提琴 嘀嘀嘀嘀嘀 然後太吵了 隔壁鄰居會搬走 但不是這個原因 也是因為在弦樂的部分 小孩子還沒有辦法去按 那個脖子這樣歪歪的 跟吉他是一樣 這兩個都是弦樂 鋼琴呢 鋼琴比較好容易入手 而且大家都說 鋼琴是音樂之母 所以通常都會從鋼琴先下 鋼琴先下 鋼琴開始練 我有把握音樂 你別問我們 就插花 插花不剪 A組選鋼琴 B組插花不剪 B組 鋼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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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手還按不住那個弦 對 所以你要差多少 5萬 5萬鋼琴 鋼琴 請 3 2 1 台灣師範大學音樂系 副教授吳順文表示 何時讓小孩開始學特定樂器 要視孩子的肌肉發展 狀況而定 通常是在鋼琴等鍵盤類 大約在孩子3到4歲的時候 開始培養興趣 鋼琴很視覺化 按一個鍵就是一個音嘛 對 對初學者來講算友善 而且規律排列 易理解 音域廣 建議學音樂的人 可以從鋼琴入門 Yeah Yeah 鋼琴 小滴琴它沒有一個格子 看不到 要看感覺去抓 對 第三題了 請出示三個答案 1 防止掃地打噴嚏 2 防止污染皇帝食物 3 避免與皇上對話 請出題 根據馬可波羅的記載 元朝的宮中就出現了口罩 請問當時的人戴口罩的原因 是什麼呢 為什麼戴口罩 來計時開始 元朝 主代的題目 這一個 對 避免與皇上對話 避免與皇上對話 避免皇上對話 對啊 防止 我覺得絕對不會是 不會是避免 防止掃地打噴嚏 絕對不可能 然後呢 也不會是避免對話 因為他根本不敢講話 我覺得 防止污染皇帝的食物 比較有可能 有可能 因為以前的不敢講 你還敢講 直接給你丟出去 對… 因為不可能跟皇帝對話 因為他們根本沒有資格 要對上眼都難 對啊 所以我覺得 防止污染皇帝的食物 有可能 有可能 萬一怎麼樣的時候 對… 9 8 7 6 5 這樣是比較有差 不保險 不減 第一組來 請講 你講 皇帝食物 防止污染皇帝食物 也是一樣嗎 好 1到5萬 5萬 5萬嗎 你手筆都很大 5萬 請檢 防止污染皇帝食物 Yeah 3 2 1 YES 你掃地打噴嚏 你掃地打噴嚏 跟那個無關嘛 比旁邊如果沒有人 對 你自己不會去掃 對 無所謂 對 根據義大利旅行家 馬可波羅記載 中國元代的 怕口氣重的大臣 污染皇帝的食物 喔 所以獻飲食給大漢的人 皆用金捐金 蒙口齊比亞 到了明代 則是送餐給皇帝的犯官 會在嘴上覆蓋了後子 中國的口罩 也許跟衛生有關 但主要不是為了防疫 而是戒備和防 防犯那個壞口氣污染 食物的工具 可能那麼多 工中那麼多 一定有口臭的啊 對 那皇上會受不了 對 或者過程當中講話 對 那皇上如果有口臭 是沒問題的嘛 對 大家不敢講 因為大家都有口罩了 大家沒聞到 皇上口罩你也不敢講 皇上你口罩 OK 你懂什麼叫口臭 第四題 請出示三答應 請出題 一 日式料理 二 韓式料理 三 泰式料理 請出題 台灣餐廳種類越來越多 請問近年來 哪一種餐廳增加的數量最多呢 近年來 日式料理 韓式料理 我覺得應該是韓式料理 計時開始 韓式 既然沒有我想過 泰式是以前的 我覺得泰式是很久以前 就流行的 後來 後來是韓式 再來是日式嗎 再來是日式嗎 最近有超多日式拉麵 或者日式的那個 日式什麼 因為大家想救健康 你是開什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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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你是日式 沖繩飯糰 我知道 你現在要講日式料理嗎 我剛剛說的 不一定是日本料理 但是是日式的料理 那連飯糰都可以是沖繩來的 比較健康 不是韓劇那麼流行 對韓劇最近也是 但是韓劇之前很流行 可是我看韓國電都 慢慢都關了 所以不插花 不插花 解了 藍色 請解 日式料理 可是韓式也滿多的 之前 怎麼站著吃啊 我覺得最多的是港式 之前 現在很多日式 包括日式的咖哩 現在也越來越多 日式咖哩飯都排隊 越來越多 結果呢 美食評論網站調查 近年的日式料理店數 爆增34% 原因是日式料理 入門的門檻比較低 只要專賣一種主打餐點 像拉麵 壽司 咖哩飯 對 而且不需要忍受廚房的高溫 對 而中式台菜則 因為工作環境炎熱 開出高興還找不到人 廚師一度缺工 高達2000人 中式料理太複雜 那個大廚房嘛 對 炒菜真的太麻煩了 菜啊什麼樣 一堆備料 而且中式的餐廳又要大 那一桌一桌 你看他住金多貴 你看最近疫情的關係 所以很多次暫停 有名的他也暫停 對 第五題了 請出示三個答案選項 一 韓妃子 二 莫子 三 曾子 請出題 古代離婚其實是普遍的事情 請問下列哪一位古人 曾因為妻子菜沒有煮熟 而提出離婚呢 韓妃子 莫子 曾子 來計時開始 男人曾子吧 這三位古人的妻子 蔡莫煮熟就提離婚 也太過分了 對 從他們的學派跟個性 這我可以肯定 韓妃子是比較正在的是不是 那我應該已經被提出離婚很多次了 我以後以前在古代 姐姐以前功哥比較好 看姐姐有沒有什麼 姐姐快救命 我覺得應該是藍色的 你說韓妃子嗎 韓妃子嗎 莫子跟曾子 莫子跟曾子 都好像都是學 是儒學嗎 所以不會這樣子亂離婚 韓妃子聽起來比較流離流氣的感覺 流離流氣 你看他叫韓妃子 韓妃子 就妃子了嗎 9 8 7 6 5 4 3 2 請檢 韓妃子 3 2 1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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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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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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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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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5 日本的和牛 超貴 還是覺得說 牛肉那個小小的一份 傑姨你覺得是哪一個 我覺得是不是太貴了 所以他沒有辦法 改成 改成舒服 我覺得可能性還不錯 那太貴的話 跟份量有關係嗎 份量太少吃不飽 10 9 8 7 6 有喋花嗎 有嗎 這個感覺是 有喋花 你選哪一個 姐姐你選 我選紅色 來 請放那邊 紅的嗎 好了 好了 不能改了 牛肉價格比較昂貴 B主 是日本人吃不習慣 對 為什麼 那牛肉應該就是比較生的嘛 那炸的油溫那麼高 可能他們覺得牛肉這樣豐足 對 就是發明的人要普及嘛 後來是改用炸豬排才普及的 因為口感那樣並不好吃 炸牛肉你有吃過嗎 神戶那邊不是 好啦 我真的沒吃過炸牛肉 我在想說日本人 其實原來是不吃牛肉的 因為他們神道教的關係 一到五萬你要下 一萬 吃不習慣 日本人吃不習慣 來 情節 好 情節 牛肉價格比較昂貴 有沒有知道 應該是日本人吃不習慣 吃不習慣 日式炸豬排啊 起初是由銀座 煉瓦廷所推出的煎牛排 牛肉排骨開始 但是因為這種形式 日本人吃不習慣 所以銷售不如預期 後來改用豬肉 並且以米飯一起吃 沒想到大受歡迎 就成日式洋食的經典料理 哦 好厲害啊 來 第一次有三十一萬 來 請就位 哦 哦 來 第一次有三十一萬 也是我們提的 第一題請出是三個答案選項 一 洋蔥湯 二 咖哩 三 紅燒肉 請出什麼 常常聽到東西好吃要趁熱吃 研究發現哪一種食物煮好 隔天吃反而更健康呢 哎呀 雙耳聽你的 是洋蔥湯咖哩還有紅燒 記事開始 怎麼突然叫雙耳 咖哩 為什麼 因為這 這是基本上 我吃的都隔天的咖哩 隔三天的 不是 它很會做出來嗎 它的入味啊 它才會入味 三餐我洗三餐完 入味 入味那咖哩 才能散發出它健康的肚子 是不是應該這樣 然後還有香氣 香氣 對 因為咖哩本身就是一個 很健康的 對 但是紅燒肉不能這樣煮 紅燒肉煮太多餐泡 肉不能夠放太久 越來越乾 因為我們小時候 烤肉也會拿來稍微吃 我還會越煮越鹹 對 那洋蔥為什麼不能放 湯咧 洋蔥我比較沒有研究 出水 對 你很少煮洋蔥 就咖哩 就咖哩 之前 咖哩 三 二 一 恭喜 厲害 其實營養學很多肉 不能一直重複一直煮 對 你吃火鍋也不能煮得太熟 也不好 對 我們來看美國化學 學會有研究專家 克利斯蒂說 咖哩放上一段時間之後 其中動物性蛋白質會分解 會變得更有... 微溫醇柔和 隔夜的咖哩不僅更好消化 而且營養更吸收 尤其當蛋白質和澱粉一起煮的時候 烹飪過程很容易引發多項的化學反應 重新加熱可能會再度吹花那些化學反應 所以重新加熱有的是好有的是不好 那是比較好的 對 來第二題 請出示三個答案選項 一 修復肌肉 二 幫助消化 三 穩定情緒 請出題 貓咪常會發出呼嚕聲 請問這種呼嚕聲對貓的幫助是什麼呢 計時開始 怎麼辦 我跟貓不熟 對啊 貓不熟 沒有養過貓 丁丁有養過嗎 丁丁 就算他會叫他也不知道他要幹嘛 穩定情緒 咕嚕是 通常咕嚕是 可是沒有那個選項是發唇吧 不是吧 發唇不會是不好的 因為有時候你如果他下巴 他會發唇咕嚕咕嚕 發唇是貓叫是不是 倒水點 倒水點 什麼意思 講話 穩定情緒 穩定情緒 你同意嗎 松兒同意丁丁的說法嗎 以我對大會的了解 比較可能是幫助消化喔 那你看啊 你看啊 丁丁第一次來 聽他的 3 7 6 5 4 3 2 勤捷 穩定情緒 3 2 1 修復肌肉 修復肌肉 不是 幫助消化也不是 所以感覺我是瞭解大會的 但還沒有鬧那麼久 那我瞭解 對 物理治療當中 骨骼最佳的修復振動頻率 大概在25到50的赫兹之間 而貓咪的呼嚕聲音頻率 大概接到20到140的赫兹 所以也是在這個健康範圍裡面 貓的呼嚕聲音所消耗的能量不高 但可以幫助貓在休息狀態下 修復它的肌肉 同時增強骨質強度 以幫助骨骼修復 所以貓為什麼有九條命 對 厲害 因為它都會自己修復 對 原來如此 搞不好我們這樣子也可以修復 所以我們動不動就自己呼呼一下 來 謝謝大家 這也是得到七次 對 厲害 來 謝謝大家 今天的參與 謝謝兩個家庭 送你卡拉拉的氣炸鍋 以及給你爽軟糖 白骨骼旅行箱 打開衛視中文台 花熱亮起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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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